老师站在台前 一边整理小小装饰物件 一边拿起园艺剪刀 把绿色的叶片一片片的剪好 准备分给学员们 这些新著名朋友来上的课程 是首座布置网美阳台 几堂课下来 学员们都感到相当的有趣 因为我很喜欢拍照 会放在脸书或者是IG上面 所以很多朋友赞我 我就更开心 因为老师很有经验 我们遇到什么问题 老师都会很简单 就这样子就好了 就是他很淡定 然后很有经验 然后很幽默 又好玩收获又很多 对 超级喜欢 对 然后每次现在看到 我的阳台就是 都是绿绿的 就是很疗愈 南港区公所每年都会 针对新著名朋友 举办各式各样的课程 今年特别邀请原艺首座老师前来 设计包括义莓材水泥墙制作 酒瓶香肉 蕨类上板碳烧 手绑花圈等等 学员们学习的不亦乐乎 我们其实还会搭配一些 当下正流行或正夯的一些 手作课程 像我们这一次的这个 网美阳台布置 新住民能够利用一些瓶子 一些保地笼 然后搭配多肉植物跟小植物 来做成一些盆栽 又疗愈 又可以做一些家庭的布置 南港区公所人文科表示 希望新著名朋友 能够更贴近台北 也更贴近南港 所以每年都会举办 适合他们学习就业的课程 希望让他们能够生活得更丰富 也能够挥洒出属于自己的色彩 九层花团报道 我们下期再见